輕鬆點話題我們看到這蘇澳的阿里 時冷泉 全年恆溫二十二度 是全世界僅有的兩處冷泉之一 沉水無色無臭 水質透明 能夠喝也能夠泡的碳酸泉 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收歸公營 重新的整修開放 平日提供民眾免費的使用 但是從今年四月起為外管理 從六月二十二號開始 這男女的裸湯就要收費 但也引發了外界質疑 突然公告男女傳統浴室要收費 雖然大洞池還是免費入場 大熱天慕名而來泡冷泉的旅客 感受大不停 很不錯 因為這幾天天氣很熱 現在來泡一下 剛剛才說像冰棍一樣 很好現在 是啊 剛剛進去有收錢嗎 有啊 這裡外地是要收一百二十的 不能接受用金特別從臺北做 哈哈 是啊 會不會覺得太貴 我覺得有一點點耶 不然就是可能先來個選擇期 就是說收點費 你是蘇澳證明 那你現在進去一樣是不收費 對對對 看那個證明就可以了 泡冷泉要收費 身分不同看法不一 原來蘇澳冷泉2018年收歸公營後 平常都是免費開放 往年夏季大眾是會著收清潔費 只要是蘇澳證明依然免費 但阿里時冷泉不收費 男女傳統浴室設備老舊 政公所整修後委外管理 從六月二十二日起著收清潔費 就是我們會花很多的時間去做欣賞 維持我們水質的部分 它要保持乾淨 然後保持它很好的品質這樣 然後主要是入場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安全的控管 就是辦法說我們人臉辨識 機場 防護門這些部分 原來以往阿里時冷泉 男女傳統浴室 連一扇門都沒有 加上不收費 自由出入 安全及衛生都有疑慮 政公所委外後 著收場地管理費 除了控管泡湯遊客人數 也增加安全機制 避免意外 同時維持湯屋環境 當然 蘇澳證明來泡冷泉 依然維持免費入場 記者 紅花聲 宜蘭報導